去年一位美国工程师陶德在新加坡的家中被发现上吊死亡 然而他的父母认为死因并不单纯 陶德的双亲8号表示 认为他是因为牵涉到转移非法敏感技术到中国才遭到杀害 目前这起事件已经升级为美国国防问题 他们将推动美国国会对此展开调查 去年死于新加坡的美国工程师陶德 经过验尸观的调查 认为陶德的死是因为参与敏感技术非法转移到中国的专案而遭到谋杀 在新加坡为电子研究所IME工作的陶德 电脑硬碟中被发现了一项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有关的专案 该专案涉及到广泛商业及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材料淡化加 因此陶德父母相信儿子死因不单纯 并将透过美国国会推动对此案展开调查 陶德的父亲表示 这已经是美国的国防安全问题 华为目前已经被包含澳洲在内的一些国家拒绝加入特定专案 并且被美国国会评定有影响国家安全的风险 认为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用作间谍工具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 音乐